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物體初速510 垂直上拋 射重力交渦度是g 現在他說 自拋出上升到最大高度4分之3 假設這個最大高度h的話 那麼4分之3就是4分之1 4分之3h 這4分之3h 他們說 跑到4分之3h的地方 他所需的時間 是等於多少 好那我們現在 先把那個 h把它找出來好了 h找出來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怎麼做 這是我們用等調速度運動 交渦度是往這邊 4等於g 所以 到了這裡 莫數等於0 0的頻率 減掉初速頻率 v0頻率 等於2s a是負 g 乘以s s就是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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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他問說 他跑到4分之3h的地方 他的時間多少 我們怎麼看這個問題 怎麼比較好看呢 他從這裡跑到這裡時間 跟什麼 跟他在最高點的時候 他這樣掉下來 掉下來從這裡跑到這裡時間 是一樣的 所以 你讓他這樣掉下來的話 從這裡跑到這裡時間的話 就等於全部的時間 全部的時間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呢 就是這個 這個時間的話 我叫做 t1 好了 這個時間的話 叫t2 從這裡跑到這裡時間 就是t1-t2 t1的話 t1的話 我就用等加速度運動公式 h h h就等於 2g分之v0平方 我現在一定向下為正 這個是s 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1 2分之1 a a就是g 這是t1的平方 好 那t2個 t1就可以算出來 t2的話 這是等於4分之1 h t2的話 就是4分之1 h h h就是這個 x2g分之v0平方 這個是等於2分之1 g t2平方 現在來看看 這個 2消掉 g除過去 T1等于多少呢? 出过去是2G平方数V0平方 开根号就是 G分之V 这平方的话是 G平方数V0平方 然后呢,这个约掉以后 这是4 出过去的话,这T平方 T2的平方等于多少呢? 等于4G的平方 2分之V0平方 所以T2等于多少呢? T2是等于 2G分之V0 好,那所以呢,从这里跑到这里时间 就等于T1-T2 就是ΔTR 就是说,从这里跑到这里时间呢? 跟从这里跑到这里时间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对称的 上去跟下来是对称的 这里的速度跟这里的速度是一样的 它方向相反 它是对称的 所以这ΔT 从这里跑到这里时间 ΔT 就是等于T1-T2 好,那T1是这个 T2是这个 就是G分之V0 减掉2G分之V0 减掉2G分之V0 所以是等于2G分之V0 所以答案应该 这个是等于2G分之V0 所以这里答案应该要选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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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